民進黨的戰鬥團隊 真的組好了嗎 真的已經想起了 蔡英文可以連任的號角嗎 來看看昨天這場 在立法院的質詢 國民黨立委羅明財 問主記長朱澤民說 過完年之後豬肉水餃一直漲價 去年一顆4塊 今天過完年已經漲到5塊了 結果朱澤民就回答羅明財說 不會 我都在行政院的餐廳吃水餃 沒有漲價 如果大家吃不到沒漲價的水餃 請來行政院餐廳吃水餃 他到底是要叫誰 去行政院餐廳吃水餃 這是我們的主記長朱澤民 他是管我們國家的 財政大計的大帳房 他過去給了我們的執政團隊 什麼樣的資訊 他告訴蔡總統說 我們現在的經濟 是目前處在過去20年來 最好的狀態 這當然跟人民的感受 有非常大的落差 之前有關於物價問題被問到的時候 當時的立委盧秀燕問他說 小黃瓜一條40 50塊 這段期間怎麼買菜 主婦都非常的頭大 結果朱澤民的回答是一樣的 他說我都吃行政院的便當 所以我沒有感覺到 小黃瓜已經漲價 漲到40 50塊 那一次已經被罵翻了 說你吃行政院的便當 難道每個人都可以吃行政院的便當嗎 沒想到這一次豬肉水餃漲價 他叫大家一起來吃行政院的豬肉水餃 他是在幫水餃業者嗎 剛剛龍介才說 現在包子業者紅了之後 水餃業者現在非常的頭痛 所以朱澤民是在幫水餃業者嗎 叫大家來行政院吃水餃 吃飯當中一頂餃 因為朱澤民就是每一天都在玩手禮 所以沒有 而且他又自己撿空 他沒有出來外面吃 他都吃行政院來拿水餃而已 所以根本外面 接地氣 接地氣 已經過什麼人民 過什麼日子 他們不會去想 他在領域的薪水 我就應付中官 送禮給他 所以現在民進黨執政 這些高官 大家都在說送禮 說人民要渡舊了 他也在說送禮 我認為說 其實統計方式是一直的 不管在國民黨執政 才是民進黨執政 很多素股是可以參考的 但是八成的信頼 譬如說機能的問題 作成物價的普通 那麼一直在說物價的普通 包括我現在在賣農產品 魚產品 賣過季 現在消費 他也在給我們消費 第一 說我們的頂端問題 第二 現在如果賣出 現在在台灣 我們過季就會管 價值比較管 現在是怎麼樣 是價值不可以管就對了 農民 他們這裡吃的魚 跟粿子都一定要賣得很小 你們大家都說很小 外出人說 人離鄉前 物離鄉前 你不瞭解說 東西在蓋價的時候 屬西邊不是農民賺錢 因為我做的三塊就是三塊 但是運來到台中 只運輸就在賣賣 其實蓋子變四塊賣 四塊賣不是農民多賣賣賣 是運輸的人 他的身份 原來到台北變六塊 所以這東西是這樣 他們在算 包括所有的農產品 在那加工之後 他們現在說你看農民 我們照顧很多 一年賣幾十億 美金 怎麼會沒有 通計 主計師裡面說 通計農民 農產品 又創立時新高 政黨二十幾趴 那個王爺龍看到 叫我們拿王爺給我講 對不對 他說兩架你都不講 我們來看朱澤民 他還是民進黨的智庫 財政小組政策的召集人 所以民進黨的拚經濟 就是靠朱澤民 他是財政小組的政策召集人 他說農民越厭 譬如說一斤王爺 現在十塊 今天十塊 我們說十塊 一斤王爺可以做六斤王爺酥 一斤王爺酥一百塊 出口是剩一百塊 所以出口六斤王爺酥是六百 其實這六百塊 只要用一斤 只要用十塊王爺而已 農民失的 因為米粉 美國賺口的都賺口 所以加工起來 出口六百塊 實際上農民都收十塊 這樣他告訴你我照顧你們很多 你看出口都賺這麼多 這就是吃飯堂中 就五萬 他在提供塑膚 只剩下塑膚很漂亮 他不知道說 跟我們民間這些農民 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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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是怎麼貴民 國水局那些水管 就這種的都在算塑膚 好 是你當年 行人第一次你賣兩三萬 怕死人 這樣你一個月就帶九十萬 他不知道說 一禮拜六虎六虎 你那禮拜你都不會半角 剛才不會拜六禮拜兩禮 你這樣而已 他就要給他算稅金 這樣也不知道 像高雄 還算不錯的高雄 剩五人 所以可以拖蕩 台南那拖蕩是拖到六倍